好,我們來到聚焦訪談的時間 今集就是我的雞毛,然後邀請了我的嘉賓就是我旁邊的陳薇 大家好,我是陳薇 陳薇是甚麼身份呢?其實有很多身份,最大的身份就是我姊妹 哈哈哈哈 是你眾人的姊妹 我適於美時,不是真的好美,但也很多年了 是的,見證她這個愛情去到結婚的經過 現在要提這個樣子 是的,因為今天跟婚禮有關,跟婚事有關 而且穿到這樣紅蕩蕩,其實平時不是這樣的 平時很文青 是嗎?今天也很文青的,很斯文的 是,另一種民族風的文青 嗯,沒錯 是的,穿到這樣就是,因為之前其實叫陳薇 穿一些跟你現在做的東西有關的衣服 或者一些東西過來 嗯 但是剛才看到那些東西真的很多,很大件 所以可能稍後再出相片再介紹 陳薇是做甚麼呢?就是做蓋姐的一些生意,或者多些就是推廣 是的,應該正確一點來說,我媽媽是大蓋姐 我就是大蓋姐助手,兼打閘 就是幫她去處理很多,她接職的時候 她就負責做婚禮的那些,她打點那些 然後我就可能背後她 就是換過蓋姐 換過蓋姐,即是大蓋姐助手 小蓋姐 小蓋姐,細蓋 有些名號給你叫細蓋 但是工作的人都是這樣叫你的細蓋 因為我是這樣稱呼自己,我很難說 給一些新娘子方便一點去辨識我 就是細蓋 細蓋 大家要開畫面看,可能是最漂亮的蓋姐 是的 不敢當 不敢當 暫時大家看到 我也是躲在後面,躲在二角幫忙 你出來就會做一些大問題 就是那些漂亮過新娘、漂亮過姊妹 不要這樣說 新娘子是最漂亮的 很危險的 應該要的 所以說選姊妹是重要的 大家都有自己考慮 是的 是的 但是那個蓋姐,可能大家不理解 其實我也不太理解蓋姐 其實婚禮是否一定會用到蓋姐 現在很多人都是新派一些 甚至連中式也會免 即是西式,那就不會用到蓋姐 是的 其實大蓋姐這個角色 其實到了古代便有 追溯到最早是可能不熟年間便出現 不熟年間 古代可能叫做喜娘 或是徐家媽媽 其實顧名思義就是 在扮喜事裏面 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因為古代是不會像現在 即是你上網去網站 上網站很多資料去知道 或者有分禮的雜誌 大蓋姐其實就是唯一一個 即是她知道所有事情 如何做的一個顧問 還有 所以新娘、新娘 或者他們兩家人 需要知道些甚麼 其實古代來講 只能夠是唯一 由大蓋姐去知道的資訊 即是中式婚姻古文 中式婚禮 是的 去到現代的話 其實應該都是香港的特別 因為中西合璧 他們通常會一天做完西式婚禮註冊 因為主要是老人家的關係 就會想有一些傳統的儀式 其實意思都是給一些福氣 做一些好字頭的儀式 祝福他們 是的 通常都是分開兩天的 不,是一天的 一天的 即簡化到一天做完 所以其實都挺累的 即是下午就穿婚紗影 然後晚上就穿一件紅布 即是一早可能你出門入門 即是接新娘那些 即是傳統的事先做完 通常可能下午就安排在教堂做證婚 晚上就會去擺酒 請客 通常的流程就是這樣 嗯 現在你以前整個都要計劃 是的 但現在蓋姐的工作大概是怎樣 大概是婚禮計劃 但就是做中式的事 有些什麼 其實現在有很多比較簡化一些 是不用請琴 不用請琴姐 即是可能買個杯 然後自己搞點 其實是 即是現在就會很多人 即是我以前會以為很多人 都不太做這些儀式 但後來因為我媽媽做了之後 我都會發覺 其實都很多人會想做 即是不只是因為長老 即是四大獎勞需要 有時有些是真人自己覺得 挺開心的 很容易頭 即是他想婚禮熱鬧些 他們就會選擇大禁姐 即是你搞婚禮 尤其是現在中西合璧 其實很多事情要搞 其實很累的 那你給錢出來 請一個專人回來 然後你就不用煩這件事 其實這樣也很重要 是的 經常說婚姻是一個 對一對新人的考驗 即是未有Mass3的經歷之後 即是之前先買一個大考驗 即是合作做一個項目 是的 這個項目通常會人有後患無窮 是的 那大禁姐的角色 即是 即是 可能現在會 即使有些人想要傳統儀式 其實很多新人會選擇 可能 例如你說針茶 可能就找個姐妹 找個姐妹就拿著茶 買紅銅錠出門的姐妹擔 其實應該是大禁姐擔的 嗯 即有些人就會簡化到這樣 但是大禁姐的角色 就不只是搞這些儀式 即是她同時是一個 怎樣說呢 一個主持的角色 即是或者是一個 在教婚禮過程中 會遇到很多問題 即是那些 其實大禁姐就是做這個 解決疑難的方式 尤其是現在 即是以前古代 只有一套 不能選擇 現在就有很多東西可以選擇 或者有很多新人 他們有很多不同因素 他們需要的儀式又不同 或者可能是宗教上的各種問題 他們就會有些儀式上 可能會問大禁姐 這個不行 或者是否可以改變 其實大禁姐就很重要 就是去幫他們思考這些問題 是的 即我猜大家 因為大禁姐主要是經驗 幫你解決問題 即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 即如果不是第一次 是的 都是跟她的第一次 是的 所以大禁姐的角色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很重要 然後我剛才也聽過很多 那些挺有趣的故事 怎樣解決問題 例如 其實有趣的就是 我都沒有掉過分 有些什麼問題 真的會出現 而後劇 大家都想不到 比如剛才提到宗教問題 有個新郎哥就問 因為你結婚的時候 你斟茶 然後奶奶 老爺奶奶 爸爸媽媽 即外父外母 會給一些金喜的新人 祝福他們 接著新郎哥就問我 他媽媽 即奶奶 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 他便覺得送龍鳳ipp 送金珠 不是他宗教的事 不是基督教的東西,是一些迷信,他就覺得我不要做這件事 但女家那邊就會很介意,你婆婆送金器其實是一個祝福新娘子 但為何你娶我女兒,但你又不給她這些東西 後來就… 即兩大獎勞就開始結不合 然後新人夾起中間就會覺得很煩惱,不知如何去滿足他們兩邊 但這些是在結婚之前的,有不能夠 就問答康姐 怎樣解決呢?中間問題,人類歷史兩院都是在中間問題出現 九前 其實婆婆不只是可以送金珠,可以送花 即是她送花給新娘子,也是祝福開枝散葉、花結果的意思 她就叫過新娘子去問,其實可以送花 即是你見過那些金珠其實都不只是龍鳳鴨 她有一些很新款的設計,或者有些花的設計 她就說,你叫她跟媽媽說是達隱姐說可以的 最後那個婆婆聽到,就覺得送花我可以 就和我信仰沒有抵觸,她就順利解決了這個問題 即是一個真是專家的角色 而且除了專家之外,我之前聽說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好命的人做大禁姐 因為大禁姐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好命婆婆 好命婆婆是甚麼意思呢? 甚麼叫好命呢?就是父母健在,然後離結了婚 當然要夫妻的感情很好,然後要有子女 最好就是兒孫,即是三代同堂,或者最好就是四代同堂 那些人就會覺得,你很有福氣 又有父母,又有兒孫 就會覺得一個好命婆婆就可以把福氣帶給新人 所以其實很多客人會因為,因為我媽媽是四代同堂 即是我婆婆,我媽我,還有我媽又有愛孫 會有很多人衝著這一點而來去找我媽媽 即是四代同堂,還吸引過三代同堂 大家都想八子千孫 我看到琴姐有福氣傳授過來,那就最好 但也去解決,剛才是宗教問題 但我覺得有很多問題是那天… 有時是那天也會發生的問題 那天才出現,因為大家以為是 之前跟四代長老跟四代長老是可以的 但有很多時候是那天出現,畫面出現的時候 新人或者四代長老才覺得不可以的 其實你知道一個婚禮其實涉及了這麼多人 這麼多儀式,其實你會出一些問題是不免的 輕致可能帶流東西 例如新人準備了一些金茶的用品 即是你的針茶裡面要放些鏈子紅棗那些 可能忘了帶,但沒理由敬清茶 因為它其實是要敬甜茶的,甜甜蜜蜜的 即使新人準備了,他也會準備多一套 即使新人準備了,他也會準備多一套 即使你突然間沒了 嚴重一點的話,就試過有一宗 即是大錦姐一早就在女家幫忙 等新郎哥來接新娘 然後去到新郎哥差不多來接新娘的時候 即是大錦姐一早就在女家幫忙 外母突然想起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她突然很不高興 她就說我要走了,我不喝茶了 原因是不知道 總之她就很不開心,發脾氣說要走 接著新娘就扯著自己媽媽 即是自己結婚,怎麼可以媽媽不在呢 然後拔著她,她也不肯 大錦姐去制止她,她也要走 接著新娘眼見,新郎哥就來了 接著新娘就拋眼淚在眼裡打轉 那怎麼辦呢?那一刻很尷尬 大錦姐,我媽媽就立刻想了解決方法 她就跟外母說 她說不如這樣吧 即是她好像因為一些事情 新郎哥做了一些事情,令她不太高興 她就說不如這樣,你只是個新娘先斟茶給你 你又準備了金器,你又先幫她戴 因為媽媽親自幫女兒戴金器是很重要的 對,親自給她祝福 即是她說,不要等到將來你冷靜之後 你一張照片都沒有 即是你沒有傳過那些祝福給女兒 你將來後悔就不太好 然後外母就接受了這個方案 她就這樣做,幫女兒戴金器 喝了她的杯茶就走了 新郎哥才來 然後大錦姐唯有想辦法去炒熱些氣氛 其實她接新娘的時候有很多事情可以玩 即是你穿扎可以有扎哥 扎哥是甚麼 扎哥就是一邊幫新娘子穿扎的時候 一邊說一些吉利的話 哦,扎哥 即是鎖鎖到尾 類似的那些 例如穿上令俄裙 甚麼八子千孫 幸福美滿 拉條拉鏈都要說一句 穿起見垮又會說一句 那些精彩 是的 還有我媽媽就 你知道大錦姐一定要很對得人 很活潑、很笑容 我媽媽就可能會出二百分力 再活潑些 炒熱些氣氛 因為我媽媽是活潑到她 我結婚的時候她是親自走出來玩新郎 是的 所以後來新娘子是笑的 即是沒有眼淚汪汪的 恐不兇恨去玩新娘 那些姊妹很兇恨 我以為嫌姊妹太不兇恨 我來吧 我結婚的時候是的 我媽媽會嫌姊妹 這麼溫和的不行 你認識的 你認識的 這樣就被她過了 然後衝出門口說不行 你不可以這麼容易娶我的女兒 然後就叫我老公再通過一些考驗 這樣 後來新娘子有多謝大錦姐 就說真是幸運在你這裡 否則大家站在這裡不知道怎麼辦 這樣就幸運有大錦姐 是的 我覺得那個真的重要 真的差很遠 因為自己家很多都不懂 現在大家上網看 是的 像剛才跨哥那些 整個結婚的氣氛就在這裡 是的 或者拜堂儀式 那些 其實你要做完全套日 有很多事情做的 但可能很多人會覺得 可能這些事情對她們不重要 他們上網看 就這樣做了當事 是的 但其實有個大錦姐 就很不同的 那個氣氛 我之前也試過幫人做MCC 噢 分類似的 然後她說找不到戒指 那怎麼辦呢 律師上台突然拍我肩膀 我肩膀說 為何沒有戒指 那很大件事 拖兩棵 然後終於找到後備的回來 就是要拖延時間 對 所以其實為什麼要付錢 請專人回來 不單只是做儀式 即是上網看到的儀式 而是真的臨場反應 對 還有有些什麼要避忌的 就是有時沒有說 下年再來 我們敬一對先人 有請一對先人 是的 或者是打爛事情 很常見 打爛事情怎麼辦 打完場 打完場 這樣 落地開花 富貴榮華 這些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可能其他人就會站在那裡 嗯 是的 那你那個角色要 又或者是 鋒一鋒一鋒 那你小鋒的角色 有沒有一些 畫飯要處理過 其實我主要是處理完 所有我媽媽不懂得做的事情 例如什麼 我媽媽最開初她是 她是讀一些ERB課程 就是給低收入人士 政府有資助 她就發現 大鎮姐挺好玩 都是我想做的事情 扮起事很開心 她一開始是跟一些社企去做的 但後來我見她好像 等很久都輪不到她有得做 但她又很想做 那我就不如這樣 我跟你開個項目宣傳一下 自己接作 但是你知道老人家 她六十多歲 其實她用Facebook也不太懂 你說叫她印張卡片 她也不懂 我覺得是 為什麼我會這樣幫我媽媽 去做這些事情 就是因為 因為我媽媽其實 大半世人都給了家 嗯 那我就覺得難得她 到這個年紀 還找到一些她想做的事情 我覺得我應該支持她 即是本身是等著 可能退休或者找一些世藝做一下 但誰知道就叫做 即是她無意中 因為看到ERB課程這麼便宜 她就不停去學習 即是她以前沒有機會去這樣做 沒有這樣的時間 沒有這樣的資源去做 她就學了很多事情 之後就發現 原來有件事 我有熱誠在裡面 她很想做 那我就去支持她 即是有人印卡片 印傳單 怎樣去經營她的網頁 下廣告 或者可能怎樣去 即是跟客戶溝通 這些事情慢慢都是我做的 是的 其實現在很多傳統的工藝 失傳就是 因為那個傳承了都不好 或者其實一代接一代 但接不下去就情緒不接 我覺得你們最有趣的 就是你們母女檔 是的 其實很多客人會 都會因為我們母女檔 而找我們 即是會有時是大禁姐 他們真的會去問我母親 那小禁來不來的 他們真的會說想見一下我 即是想你們倆一起再熱誠 是的 即是想婚禮那天 可能我來做助手 再熱誠 即是他們覺得有趣 其實我不明白為什麼 但可能他們覺得這樣很開心 即是很少會見到 就是母女檔拍照一起去工作 那麼我 我大約會都會跟著我媽媽去 即是幫她做背後 即是人家倒茶 你很多 你換茶杯 可能十幾十個親戚喝茶 你沒理由同一套茶杯給他們 那可能我就是 在背後做換茶 換茶杯 幫她拍照 是的 幫她撿東西 因為很混亂的時候 即是她顧不到的事情 我就顧了 是的 這個簡直是合作無間 但我想問之前的母女關係都是好的 可以的 是的 但可能之前不會這樣合作 不會這樣合作 但可能自從一起做這件事之後 會多了溝通 多了溝通 會可能 很甜蜜 媽媽可能做完一宗 有時候她自己出的 例如如果婚禮比較細型 可能親戚飲茶的不太多 她可能自己會去 但她就會不停傳相給我 又告訴我 所見所聞 例如前兩天 她可能去過一個 她未去過的場地 她覺得很漂亮 她就會不停傳相給我 或者甚至看到一棵聖誕樹 她覺得很漂亮 她又傳給我看 這些是 朋友了 是的 她做大禁姐之前 就未必會這樣聊天 或者有時候她會打電話 可能工作上有些問題 不懂 就打給我 或者找我聊天 純粹 是的 母子關係好了很多 是的 好了很多 再問你 你對自己的改變 或者 你因為你媽媽 所以接觸這個行業 你認識了這個行業 對你有什麼改變 這個改變可能是 你對這個文化 或者你對婚姻的看法 我想第一件是打開了另一個大門 就是多了一件工作機會 是的 試多一件新的事情 我自己不排斥做婚禮行業 我覺得也挺開心的 還有我以前也會做過一些 分禮相關的事情 有些什麼 例如我以前試過在婚紗店工作 在婚紗店工作 賣婚紗 做一些婚紗 做一些婚禮計劃的事情 我覺得很開心 還有可能自己結婚的過程 都覺得做新娘真的很開心 我其實結婚完結婚之後 一直有一種 就想完了 我還未做夠新娘子 這個真的是遺憾藝術 遺憾 那次表演也可以做好一點 是的 但你不會做多一次 那種做主角 我是新娘 怎麼說 很寶貴的感覺 我是主角 所以做大禁止 會給我一個機會 不停重溫做新娘子的感覺 其實你的儀式也是一樣的 但你跟著新娘子 就好像重溫自己當日的感覺 我覺得很開心 分享到 我每次做兄弟奶姨姊妹的時候 都是很分享的感覺 是的 而且會因此 有些很特別的事情會發生 有些我意想不到的事情 會因為我做細琴這件事 而得到的 會是怎樣的 因為我自己本行 我本身是在中學上做寫作班導師 有時候可能跟老師聊天 熟了之後 他們會知道我媽媽做大禁止 他們就會 因此他們會說 這麼有趣 不如請你媽媽來學校 講講講作 想知道多些傳統文化的事情 就因為做大細琴這個無女檔 然後變成我們有機會 入學校去做一些講作 開始講講一些傳統儀式 講講大禁止這個職業是什麼 即是讓新生代去認識 是 這個我們下一節再講 但有一些想跳下去 就是這個 先說分享這些感動位 即是可能你結席 你結席那次分 但之後你做細琴的時候 還會感受很多 是的 那有沒有什麼經驗 是覺得那個是很感動的 嗯 其實我也挺眼淺的 我其實一看到那些 商人 他們說 可能接新郎或新娘的事 總會叫你說一下 接新娘之前 可能在外面說 認識了你很久 很多愛的宣言 其實我聽到那些 我都會覺得很感動 即是你見到一對戀人的相愛 其實你總是會開心 是的 那會想起自己 當日結婚的情境 那會覺得 哎呦很感動 是的 雖然對我最感動的 就是那個新郎說 不如還是上蝶豬吧 好嗎 哈哈 不是的 我到現在都是 就算那些 大家都可能看到 那些成長片段 我都會很仔細地看的 是的 是的 不要過糧 即是那些 即是我 究竟是試過一次 有新娘 不如上蝶豬吧 然後之後 好像四大獎老 然後就想趕一些 嗯嗯 然後就 十幾二十分鐘 哈哈 又不完 我也很明白 有沒有試過可以 即是有沒有控制 例如他講不停 或者什麼那些 會不會 其實呢 如果長老說話 通常就沒有人敢打聽 是的 是的 只能夠說 那些長老說話 久了之後 你怎樣去幫他 那個時間表走窄 不過如果他是大禁者 那一部分 其實通常開籍之前 會走的 開籍之前 要做的事 可能是 如果有一些親戚 早上來不了 喝茶的 他可能開籍之前 來就補針茶 嗯 是的 但是為什麼會 即是有時那些新人 就 朋友了 他就會留我們 在這裡吃東西 是的 留久一點 以防他可能 突然間有些親戚來 又有警察 是的 就會留我們久一點 是的 好像喜事交朋友 是的交朋友 即是好像我昨天 我媽媽去做了一宗婚禮 我沒有去的 是的 其實是 那個姊妹就是她年初 送出嫁的一個新娘 後來新娘覺得她很好 就介紹給一個姊妹 很好 所以又遇上新娘子 遇上新郎過 然後新娘還托大琴 送一份禮物給我 是的 即會有這樣的情誼 我就覺得挺開心 是的 都推介 有些本台主持 都將會分數 但是不說 你也是時候可以想想的了 我再思考 我再思考 好 就下一次再回來